拆除 一輛休旅車有如迷途羔羊 在道路管制區游移不前 開到路口又問了另一名員警 到底該怎麼走 另一頭也有民眾和指揮人員起口角 過馬路場面好混亂 還有人直接停在路邊上下車 這裡是林子廟成立西南競選總部大會 左邊亂象 但不只大會這一天 前一天已經惹來不少民怨 平常日下班時間的光榮路紫爆了 路口已經紅燈但難以消化 突然得改到的車槽全擠在一起 民眾抱怨造勢不反對 封路太誇張塞到爆 而林子廟正迎申請的封路路段 為光榮路中山路口 至傳義路口的北上車道和人行道 臨近羅東轉運站是交通要道 但申請封路時間為10月20號早上8點 到10月23號晚上12點 整整4天 公文上明確標示使用期間要有交管 申請封路長達4天 公文由羅東正公所合發 署名的鎮長吳丘林 就是之前和林子廟一起捲入 涉灘弊案的姊妹濤 到底是活動前一天早上風還是下午風 吳丘林強調封路透過鎮公所申請 合乎規定 針對造成大家的困擾跟不方便 真正的表達歉意 未來在場地的選擇上面 我們會更加的謹慎 林子廟 林子廟進總成立場面盛大 但恐怕連大型國慶活動 都不能封路這麼多天 一場選舉造勢 一口氣申請四天封路計畫 交通大打劫引起不少民怨 三內新聞黃國瑞 蔡詠恩宜蘭採訪報導 而選前